原神中的那些合理和不合理 不得不说 福尼娜拍的电影 正好接上续集了 旅行者才到期定情 而后续风丹出轨 然后就有了这一幕 闭嘴 这是蒙嘴的兽儿 这是到期的兽儿 这是须迷的兽儿 这是风丹的兽儿 而黎月 不是我说 风丹是有啥暴改机制吗 才要肌肉猛龙 秒变弗瑞小萝莉 或有海尼耶 暴改风丹贵妇 就连稻妻作家 都穿上镀金旅团的衣服了 怎么旅行者还这件 去了风丹才知道 渡海是这么容易 点鱼掌打拳 水龙王飘移 福尼娜散步没压力 我就不明白了 风丹烟不死人 你倒是出兵法了 传闻中的百味一律 是到工序繁多的汤品 集结了肉与蔬菜的激化 然而当它成为 水龙王的特色料理时 就变成了 飘雨一滴 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